试着画出这三个 我们现在来画画看 那我刚刚讲的就是说 重点不在于说把它点的多准 我现在画给你们看 传达我想要让你们知道的事情就好了 我们透过画这个图呢 其实想要让你理解的就是说 你的这个底数越大 它在一样x等于1等于2等于3次 就是它一次两次三次 那你底数越大 你在一次两次三次的这变化过程中 它其实会越抖 它其实会越抖 然后在这边负一次负两次负三次的过程中 它会变成是三分之一九分之一二十七分之一 会比2的负一次负两次负三次是二分之一四分之一八分之一 降得还要快 所以它在左边会升得比较快 在右边会降得比较快 而且它一定会过01 因为不管你底数是多少 这个0次都是1 所以它的3的x次我们可以有画成这样子 对吗 这边会比它更靠近歪走 这边会比它更下面更靠近x走 可是一样不会穿下去 所以我们在画这个图说一开始这个2的x 不要画到太贴 到时候你这个画不了 那如果是根号2的x次的话呢 就会更缓 我们这个是变更陡嘛 然后如果是根号2的x就会变更缓 它会变成这样子 在这里呢有一件事情要说明 就是说 我们刚才不是说2的x次不会碰到 x等于y 45度那条线嘛 那3的x次也不会碰到 因为它更陡 可是根号2的x次就会 它会碰到 它会跟这个x等于y交于两点 这两点很漂亮的就是 当然我这个图也是再次的画的不准 这两点会是22和44 这里写 它交的两点是22跟44 2的 根号2的2次是2 根号2的4次是4 可以吗 那于是就会有人好奇一件事情 所以什么情况下会碰到 什么情况下不会碰到 简单来说 底数如果比2抖 就会碰不到 底数如果比根号2环 就会碰到 那什么情况下 在2跟根号2之间 到底是多少会让它 刚刚好有碰到呢 我今天假如想要画一个指数函数 我说这个指数函数画出来 它刚好跟这个 y等于x 切余一点 有没有这种指数函数 有 那它的底数会是多少呢 跟你说 它的底数是 1的1分之1次的时候 这里的1是指 自然常数2.71828 这是7 被我的蓝笔盖到一点点 2.71828 当你的底数是 这个是那个无限小数 它跟π一样 它是无理数 它不是刚刚好2.78 后面有数字的 不写了 那至于这个1是什么东西 你们到大学就会学到 它就是有很多特色 然后运算起来也很特别 对 然后有很多不同的意义 好 那在这里我们只是看到它的一个层面 就是说 如果你的底数正好是 1的1分之1次的话呢 那么呢 你的这个指数函数图形 就会刚好跟X等于Y相切 也就是说它上面会有1 1的这一点 1的1分之1次的1次是1 好 因为这是1的1分之1次 那这样是1次嘛 对不对 所以刚好是1 好 所以它上面就会有一点 就是X等于Y 这样子 那后面我们会学到LOG 那 一样LOG也会有类似的问题 就说如果你是以2为底的LOG 也碰不到X等于Y 以更好2为底的LOG呢 会碰到X等于Y 而且也是碰这两点 好 那后面会讲解释为什么 就是说如果要相切的话 也是切在 底数是 1的1分之1次的这一点 我在这里说一下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我们的底数越小 这边爬的会越 缓 但是 而且这边也会降的越缓 就越不降 这边越不深 这边越不降 所以你的底数一直往1 靠近的时候 你的这个图形 就会越来越平坦 越来越平坦 越来越平坦 对不对 好 终于怎么样 翻过去了 底数小于1的话 比如说1分之1的话 就会长这样 那1分之1的这个图 会有什么特色呢 其实很好理解 它其实是 因为1分之1的X 嗯 那终于翻过来之后 就会变成1分之1的X次 图形就是我们刚才的 这样子 那这个图形其实很好理解 因为1分之1的X次 它其实就是 2的负X次 也就是它是 我们刚才那个 YA等于2的X次的图形 怎么样 X以 负X取代 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 X以负X取代的话 这个图形会 以Y为轴左右翻转 所以2分之1的X次 也就是2的负X次的图形 它会怎么样呢 它会过 01 它会过负12 那如果这边是1的话 这个就2分之1 对不对 好 我们刚才没有一点一点去找 不过 如果你有去画这个图的话 我们等于说 这个2的X次 它除了过01 过12 就过24 过38 那所以这里-1的话 就是1分之1 -2的话是1分之1 -3的话是1分之1 那这里就反过来 2才是1分之1 3才是1分之1 -2的话反而是4 对不对 而且它怎么样 不会和 X等于-Y碰到 会和Y等于-X加1 交于2点 对不对 然后会和这个 X等于Y交于1点 对不对 然后会和那个 那个那个 X平方 Y等于X平方 就那个U型 那我们刚才的图 本来是这样子 和这个U型交在这里两点 两正跟一副跟 现在让你把2的X的图 左右对调 左右相反 可是U型本身是对称的 所以U型不动 那是变成怎么样 交两副跟一正跟吗 所以就是说 这就是2分之1X次的一些特色 我们可以看一下 是严格递减函数 一样是横正的 一样是渐进于X轴 图形跟2的X次对称于Y轴 可以吗 下面这里呢 说是说是画出 实际上是四画不出 你如果要去画2的X次 那你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2的X次 -2的一次是-2 两次是正式 三次是-8 那我要怎么 怎么去画这个图 这样抖来抖去吗 真的吗 它在过程中真的是这样子吗 你也不知道 所以就是我们前面有讲过 写成指数形式的话 那底数就不能写负的 可以吗 那 Y等于1的X次 按理来说 随着不管X是多少 Y都是1 画出来是一条水平线 但是呢 我刚才有提到 我们写成指数形式的话 也规定底数不能写1 为什么 这是为了对数那边去配合 因为对数那边 如果你的底数是1的话 它会变 就是变成那个 牵直线 就不合理 就不合理 所以我们对数形式 底数不能写1 那指数形式 这边底数也不写1 然后底数也不可以写0 所以就是说 -3如果4次 这个东西存在 它是81 -3的-3次也可以 所以底数是负的 然后你整数次都可以 可是如果底数是负的 但是非整数次 那我们就说它是 不存在实数 它就不算一个实数 不符合定义 这样可以吗 所以写成指数形式的话 底数一定要大于0 不能等于0 而且不能是1 好 那我们这堂课先解释了一下 就是说 2的X次 或者说 这个A的X次的函数图形 应该长什么样子 下一堂课会利用它们来去进行图形平移的讨论 那也让我们更熟悉 这个指数函数图形 各种不同的指数函数里面 它的图形应该长什么样子 好 那我们再来就上到这里